印度的医疗体系崩溃 传出在印度工作的台湾人 已经有11个人感染 最近还有一名阳性的台干染疫身亡 可是他在生前曾经接种过中国的科兴疫苗 但是最后依然染疫死亡 也成为第一位在印度染疫身亡的台籍干部 印度疫情飙升 各地公墓或是火葬场不堪负荷 第二大城的德里仿佛是人间炼狱 其中甚至传出台湾人不幸的消息 印度每天上演医疗不足的悲剧 1号下午就传出一名49岁的阳性台干 确诊死亡 成为首位在印度染疫身亡的台籍干部 生前他曾接种中国的科兴疫苗 令人担忧 在印度人身安全的同时 非常时期也传出高薪挖角 最近有网友发文印度紧急需求的高薪工作 以他朋友为例 目前月薪6万元台币 若派驻印度一个月就可以领72万元 等于是年薪变月薪 但是印度的疫情也引起许多人却步 就怕新水贷变白包 解救疫情 印度也有新消息 印度从1号起开放18岁到44岁的成人 接种疫苗 但是依然有很多地区疫苗不足 最新有首批15万剂的俄罗斯 卫星V疫苗抵达印度 号称有效率达91.6% 专家也看好俄罗斯疫苗能扩大印度的接种率 印度面临危机时刻 这个国家却幸灾热祸 中共官媒中国长安网1号发布贴文写道 中国点火对比印度点火 并配上一张合成图片 左边是中国发射火箭的现场 右边则是印度火化染疫死亡的遗体照片 讽刺印度疫情失控 而且不止这样 中共官方中国警方在线也发布一张图片 嘲笑印度称印度版火神山 将狗用的火葬场改为人用 引起不少小粉红叫好 但也引发大批网友炮轰 根本是泯面人性 记者吴光辰编译